好了,我怎样会能够这么留意到什么是恩典,什么是律法呢? 这是起初我学到这个平衡。 我在圣经上恩典的画,我就用红色画下来。 恩典的画是什么?是神在前面,人在后面。 神帮助我们,神提升我们,神在我们上面有奇妙计划,神加力量给我们,神赏赐我们,这是恩典。 律法有两种,一种是我们要敬拜神,我们要尊重神,我们要做什么,做什么。 第二种是惩罚,警告。 也是神在前面,人在后面,神管教人。 不听神的话,不藏在耶稣里面,就好像自己掉在外面,枯干,人洗起来,扔着火里,笑了。 这个就是神对人的惩罚,警告。 不要再犯罪,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。 这个就是警告。 所以神在前面,人在后面,可以是恩典,也可以是律法。 恩典是神能帮助我们。 律法是神怎样警告或者是惩罚人。 也是神奋负人怎样做。 当我这样画圣经,红色的就是神的恩典。 南色就是警告,惩罚。 然后绿色就好像树叶成长,就是爱神啊,爱人啊,祷告啊,悔改啊。 我们应该尊重的。 在我的圣经里面,红色的恩典, 南色的惩罚,警告。 绿色的是我们应该做的。 当我画了几本圣经, 不但是我看到经文,我马上看到哪里是恩典,哪里是律法。 这是我听人说话,我马上听到他去说律法的话或者是恩典的话。 我很多时候听到人都是这样说,你要祷告,你没有祷告啊,神要惩罚你啊, 就很容易都是律法的话出来。 很难改变,他们以为这样改变人更快, 我要责备人,人就改变了。 他以为骂人改变最快。 但他们不知道爱、恩典更能够改变人。 而且这个改变不是一下子,是一生一世的。 所以我发觉这个改变是真的需要实践,需要思想的改变。 而且是需要我们真的很珍惜神,感激神,喜悦神, 才能够欣赏神的恩典。 整个生命是这样,不是注目在要做什么,是注目在神的美善, 然后推动我们去尊重。 不是常常要希望人改变,我们希望人改变, 但不是但是希望他们改变。 首先是希望他们看到神的美善, 然后他们就会改变了。 这是因为希望他们欣赏神,享受神。 也相信他信尊神,神必定喜悦,他尊重神,神必定喜悦。 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是我的很多教导的基础。 就是辅导也是用这个方法。 这些人的灵命,信取西奉人也是用这个方法。 因为如果信取人西奉,这是律法。 这些人的动力不会很强的, 但如果他深深的相信神的爱, 也活在神的爱中,他就有继续的动力。 所以首先是你们自己充满这个恩典, 然后你才能够去教导别人。